大家好,现在夏季发财树特别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发财树一般烂根在盆树里面我们很难观察出来 然后后期它会慢慢的扩散导致了根系全部腐烂 之后还会扩散到根茎部位 然后导致植株直接根茎茎茎茎 那么整株发财树就完蛋了 所以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最好就是一个月给它交一次厄梅林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杀灭盆土里面的病菌 这样可以抑制这个病菌的蔓延 可以避免根茎进步的发生 但这种方法就非常适合一些新手 除了要用上这个厄梅林做好杀菌工作之外 我们还要注意做好这三点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烂根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避免盆过大 盆如果太大 那么它这个水分蒸发速度会非常的慢 可能你表层已经非常干了 但是的中下层还是非常湿润的 这种情况下这个根系长期在一个湿润情况下很容易烂根 最好就是用一个透气性非常好的盆 而且盆也不需要过大 大概就是和它的根茎部位隔大概几公分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如果用的盆比较大 一定要注意要少浇水 不能浇太多水 第二个就是要看发财树的涨势 发财树如果涨势非常的好 枝叶非常繁茂 那么叶片的蒸腾作用就会增强 蓄水量比较大 我们可以采用干透浇透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的发财树枝叶非常的少 蒸腾作用比较弱 那么我们浇水就不能够过多 这种情况下就是尽量少浇水 不要浇太透 适量的补水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要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特别是浇水之后 通风透气性好 浇的水能够尽快的蒸发出去 也能够有效避免烂根 发财树的根是非常弱的 所以防止发财树烂根是养护发财树最为关键的一步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